第十六回观音院僧某宝贝黑风山怪且夹杀 却说他师徒两个侧马前来 直至山门守观看 果然是一座寺院 但见那层层殿阁 选叠廊坊 三山门外 微微万道采云遮 五福堂前 艳艳千条红雾绕 两路松黄 一林贵百 两路松黄 无年无计自清幽 一林贵百 有色有颜随傲立 又见那中古楼高 浮屠塔峻 安禅僧定性 提树鸟阴弦 寂寞无尘真寂寞 清虚有道果清虚 诗曰 上沙奇缘尹翠窝 招提圣景赛婆婆 果然净土人间少 天下名山僧站多 长老下了马 行者歇了单 正欲进门 只见那门里走出一众僧来 你看他怎身模样 头戴左肌帽 身穿五够衣 同环双坠儿 倦带树腰围 草履行来稳 目与手内提 口中长作念 般若总归衣 三藏见了 势力门旁 道个问讯 那和尚联盟打理 笑道施瞻 问 是那里来的 请入方丈献查三藏道 我弟子乃东土钦差 上来应死拜佛求经 至此处天色将晚 欲见上杀一宵 那和尚道 请进里坐 请进里坐 三藏方患行者牵马进来 那和尚呼见行者相貌 有些害怕 便问 那牵马的是个什么东西 三藏道 巧言 巧言 他的性级若听见你说是什么东西 他就脑了 他是我的徒弟 那和尚打了个寒劲 咬着指头道 这般一个丑头怪脑的 好招他做徒弟 三藏道 你看不出来 丑自丑 甚是有用 那和尚指得 同三藏与行者进了山门 山门里 又见那正殿上书四个大字 使观音禅院 三藏又大喜道 弟子旅感菩萨圣恩 为己叩谢 今欲禅院 就如见菩萨一般 甚好拜谢那和尚闻言 急命道人开了殿门 请三藏朝拜 那行者拴了马 丢了行李 同三藏上殿 三藏斩背书身 哭胸那地 望金向叩头 那和尚便去打鼓 行者就去撞中 三藏斩扶抬前 轻心捣住 驻败已毙 那和尚铸了鼓 行者还只管撞中不歇 或紧或慢 撞了许久 那道人道 败已毙了 还撞中怎么 行者方丢了中储 笑道 你那里小的 我这是做一日和尚 撞一日中的 此时却惊动那四里大小僧人 上下房长老 听得终声乱响 一起拥出道 那个野人 在这里乱敲钟鼓 行者跳江出来 多得一声道 是你孙外公 撞了耍子的 那些和尚一见了 唬得跌跌滚滚 都爬在地下道 雷公爷爷 行者道 雷公是我的重孙儿立 起来起来 不要怕 我们是东土大堂来的老爷 众孙方才理败 见了三藏 都才放心不怕 内有本司院主请道 老爷们到后方帐中 奉茶 岁儿姐将牵马 排了行李 转过正殿 进入后房 续了座次 那院主献了茶 又安排摘供 天光尚早 三藏称血未必 只见那后面 有两个小童 掺着一个老僧出来 看他怎生打扮 头上戴一顶皮炉方帽 猫精实的薄顶光辉 身上穿一领锦绒扁衫 翡翠毛的金边晃亮 一对僧鞋攒八宝 一根主杖欠云星 满面皱痕 好似离山老母 一双昏眼 却如东海龙君 口不关风音齿落 腰驼被驱为金鸾 众僧道 师祖来了 三藏功身失礼迎接道 老院主 弟子拜一 那老僧还了礼 又各续作 老僧道 是街小的门 说东土唐朝来的老爷 我才出来奉解三藏道 清造宝山 不知好歹 恕罪恕罪 老僧道 不敢不敢 因为老爷 东土到此 有多少路程 三藏道 出长安边界 有五千余里 过两界山 收了一个小徒 一路来 行过西藩哈别国 经两个月 又有五六千里 才到了贵处老僧道 也有万里之遥了 我弟子虚度一声 山门也不曾出去 成所谓坐井观天 出宿之辈 三藏又问 老院主高寿几何 老僧道 吃长二百七十岁了 行者听见道 这还是我万代孙儿里 三藏瞅了他一眼道 谨言 莫要不识高低冲撞人 那和尚便问 老爷 你有多少年纪了 行者道 不敢说那老僧 也只当一句风话 便不介意 也不再回 只叫现场 有一个小姓童 拿出一个羊之玉的牌 有三个法兰香金的茶中 又一桶 提一把白桶福尔 蒸了三杯香茶 蒸个是色漆刘蕊艳 未胜桂花香 三藏见了 花爱不尽道 好物见 好物见 真是美食美气 那老僧道 乌眼乌眼 老爷乃天朝上国 广揽其真 似这般器具 合足过奖 老爷自上帮来 和有圣了宝贝 借与弟子一观 三藏道 可怜 我那东府 无甚宝贝 就有时 路程遥远 也不能带的 行者在旁道 师父 我前日在包袱里 曾见那领袈裟 不是件宝贝 拿与他看看如何 众僧听说袈裟 一个个冷笑 行者道 你笑怎的 院主道 老爷才说袈裟是件宝贝 严实可笑 若说袈裟 似我等辈者 不止二三十件 若论我师祖 在此处做了 二百五六十年和尚 足有七八百件 叫 拿出来看看那老和尚 也是他一时卖弄 便叫道人开库房 头头抬柜子 就抬出十二柜 放在天井中 开了锁 两边设下一架 四围牵了绳子 将袈裟一件件 抖开挂起 请三藏观看 果然是满堂起袖 四臂凌罗 行者一一观之 都是些穿花纳紧 刺绣削金之物 笑道 好好好 收起收起 把我们的 也取出来看看 三藏把行者扯住 悄悄地道 徒弟 莫要与人斗父 你我是单身在外 知空有错 行者道 看看袈裟 有何差错 三藏道 你不曾理会的 古人有云 真其完好之物 不可使见贪婪兼伪之人 倘若一惊入目 必动其心 既动其心 必生其计 辱是个未获的 所知而必应祈求可也 不然 则隐身灭命 皆起于此 是不小以 行者道 放心放心 都在老孙身上 你看他不由分说 急急地走了去 把个包袱解开 早有霞光蹦蹦 上有两层油脂裹定 去了纸 取出袈裟 抖开时 红光满是 采气迎平 众僧见了 无一个不心欢口赞 真个好袈裟 上头有 千般巧妙明珠坠 万养稀奇佛宝斩 上下龙须扑彩起 兜罗四面锦颜边 体挂王两从此面 身披痴媚入黄泉 偷画天仙亲手制 不是真僧不敢穿 那老和尚见了这般宝贝 果然动了艰辛 走上前对三藏跪下 眼中垂泪道 我弟子真是没缘 三藏参起道 老院师有个话说 他道 老爷这件宝贝 方才展开 天色晚了 奈何眼目昏花 不能看得明白 岂不是无缘 三藏叫 掌上灯来 让你再看那老僧道 爷爷的宝贝 已是光亮 再点了灯 一发黄眼 莫想看得仔细行者道 你要怎的看才好 老僧道 老爷若是宽恩放心 教弟子拿到后房 细细地看一夜 明早送管老爷西去 不知尊义何如 三藏听说 吃了一惊 埋怨行者道 都是你 都是你 行者笑道 怕他怎的 等我包起来 教他拿了去看 但有疏于 既是老僧管整 那三藏阻当不住 他把袈裂递于老僧道 凭你看去 只是明早照旧还我 不得损物歇须 老僧喜喜欢欢 卓幸彤将袈裂拿进去 却吩咐众僧 将前面禅堂扫尽 取两张藤床 安设铺盖 请二位老爷安歇 一臂乡又叫安排明早斋送行 遂而各散 师徒们关了禅堂 睡下不提 却说那和尚把袈裟骗到手 拿在后房灯下 对袈裟好逃痛哭 慌得那本四僧不敢先睡 小幸彤也不知为何 却去抱与众僧道 公公哭到二更时候 还不歇声有两个徒孙 是他心爱之人 上前问道 师公 你哭怎的 老僧道 我哭无缘 看不得唐僧宝贝 小和尚道 公公年纪高大 发过了他的袈裟 放在你面前 你只需要解开看便罢了 何须痛哭 老僧道 看得不长久 我今年二百七十岁 空挣了几百件袈裟 怎么得有他这一件 怎么得做个唐僧 小和尚道 师公拆了 唐僧乃是离乡背景的一个行脚僧 你这等年高 享用也够了 倒要向他做行脚僧 和尚 老僧道 我虽是作家自在 乐乎丸景 却不得他这袈裟穿穿 若叫我穿的一日儿 就死也闭眼 也是我来杨世间为僧一场 仲僧道 好没正经 你要穿他的 有何难处 我们明日留他住一日 你就穿他一日 留他住十日 你就穿他十日便罢了 何苦这般痛哭 老僧道 纵然留他住了半载 也只穿了半载 道理也不得弃长 他要去时 只得与他去 怎生留得长远 正说话处 有一个小和尚 名幻广志 出头道 公公 要得长远 也容易老僧闻言 就欢喜起来道 我儿 你有什么高见 广志道 那唐僧两个是走路的人 辛苦之甚 如今已睡着了 我们想几个有力量的 拿了枪刀 打开禅堂 将他杀了 把尸首埋在后园 只我一家知道 却又谋了他的白马 行囊 却把那袈裟留下 以为传家之宝 岂非子孙长久之计爷 老和尚见说 满心欢喜 却才开了眼泪道 好好好 此计绝妙 即便收拾枪刀 内中又有一个小和尚 名幻广谋 就是那广志的师弟 上前来道 此计不妙 若要杀他 需要看看动静 那个白脸的四翼 那个毛脸的四男 万一杀他不得 却不凡招几祸 我有一个不动刀枪之法 不知你遵义如何 老僧道 我儿 你有何法 广谋道 依小孙之剑 如今幻举东山大小房头 每人要干柴一树 舍了那三间禅堂 放起火来 教他遇走无门 连马一伙分支 就是山前山后 人家看见 只说是他自不小心 走了火 将我禅堂都烧了 那两个和尚 却不都烧死 又好掩人耳目 袈裟岂不是我们传家之宝 那些和尚门言 无不欢喜 都道 强 强 强 此计更妙 更妙 遂叫各房头搬柴来 哎 这一季 正是弄得个高寿老僧该尽命 观音禅院化为尘 原来他那寺里 有七八十个房头 大小有二百余众 当夜一拥斑柴 把个禅堂前前后后 四面围绕不通 安排放火不提 却说三藏师徒 安歇已定 那行者却是个灵口 虽然睡下 只是存神炼气 朦胧着行眼 呼听的外面不住的人走 喳喳的柴响风声 他心疑惑道 此时夜境 如何有人行的脚步之声 莫敢是贼道 谋害我们的 他就一鼓掳跳起 欲要开门出看 又恐惊醒师父 你看他弄个精神 摇身一变 变做一个蜜蜂儿 真个是 口甜尾毒 妖戏身轻 穿花夺柳飞如剑 年续寻香四落星 小小微屈能负重 萧萧薄斥会成风 却自传棱下 钻出看分明 只见那众僧们 搬柴运草 以围住禅堂放火力 行者暗笑道 我依我师父之言 他要害我们性命 谋我的袈裟 顾起这等毒心 我但要拿棍打他 可怜又不尽打 一顿棍都打死了 师父又怪我行凶 爸 爸 爸 与他个顺手牵羊 将计就计 叫他住不成爸 好行者 一斤斗跳上南天门里 虎得个旁流狗壁攻身 马赵温关控北 拒道 不好了 不好了 那闹天宫的主子又来了 行者摇着手道 列位免礼修经 我来寻广慕天王的说不了 却与天王早道 迎着行者道 九阔 九阔 前文的观音菩萨来监御帝 借了四只公草 六丁六甲并接地等 保护唐僧往西天取经去 说你与他做了徒弟 今日怎么得闲到此 行者道 且修续阔 唐僧路遇歹人 放火烧他 是在万宫紧急 特来寻你借辟火照儿 救他已救 快些拿来食食 即刻返上天王道 你差了 既是歹人放火 只该借水救他 如何要屁火照 行者道 你那里小的救里 借水救之 却烧不起来 道相应了他 只是借此照 护住了唐僧无伤 其余管他 尽他烧去 快些快些 此时恐已无疾 诺悟了我下边干事 那天王笑道 这猴子还是这等起不善之心 只顾了自家 就不管别人行者道 快着快着 莫要吊嘴 害得大师 那天王不敢不戒 虽将照儿地与行者 行者拿了 按着云头 进到禅堂房级上 照住了唐僧与白马 行李 他却去那后面老和尚住的荒胀房上头坐 着意保护那家沙 看那些人放起火来 他转免觉念咒 望迅地上吸一口气吹僵去 一阵风起 把那火转刮得轰轰乱着 好火 好火 但见 黑烟默默 红燕腾腾 黑烟默 长空不见一天星 红燕腾腾 大地有光千里尺 起初时 灼灼金蛇 伺候来 微微血马 南方三气成英雄 回路大神施法力 造干柴烧烈火性 说什么碎人钻目 俗油门前飘彩燕 赛过了老祖开炉 正是那无情火发 怎尽这有意行凶 不去米灾 反行住院 风随火势 燕飞有千丈余高 火衬风微 灰蹦上九霄云外 乒乒乓乓 好遍似残年爆竹 泼泼啦啦 却就如军中炮生 烧得那当场火香莫能逃 宫院前蓝无处躲 胜如赤笔叶熬兵 赛过阿旁宫内火 这正是星星之火 能烧万情之田 虚与间 疯狂火盛 把一座观音院处处通红 你看那众和尚 搬香抬龙 抢捉端锅 满院里叫火连天 孙行者护住了后边方丈 辟火罩罩住了前面禅堂 其余前后火光大发 真个是照天 红艳辉煌 后臂金光照耀 不期火起之时 惊动了一山寿怪 这观音院正南二十里远近 有座黑风山 山中有一个黑风洞 洞中有一个妖精 正在睡醒翻身 只见那窗门透亮 直到是天明 起来看时 却是正北下的火光晃亮 妖精大惊道 呀 这必是观音院里失了火 这些和尚好不小心 我看时与他就一就来好妖精 纵起云头 急至烟火之下 果然冲天之火 前面电雨皆空 两廊烟火方着 他大拽步 撞将进去 正呼唤叫取水来 只见那后防无火 防急上有一人放风 他却情之如此 急入里面看时 见那方丈中间有些霞光彩气 台岸上有一个青毡包袱 他解开一看 见是一领紧蓝袈裟 乃佛门之一宝 正是才动人心 他也不救火 他也不叫水 拿着那袈裟 衬红打劫 拽回云部 静转东山而去 那场火只烧到五更天明 方才灭息 你看那众僧们 赤赤惊惊 啼啼哭哭 都去那灰内寻铜铁 拨斧炭 铺金银 有的在墙框里 山搭窝棚 有的赤笔跟头 支锅造饭 叫冤叫躯 乱嚷乱闹不提 却说行者取了屁火罩 一斤斗送上南天门 交于广木天王道 谢借 谢借 天王收了道 大圣制成了 我正愁你不还我的宝贝 无处寻讨 且喜就送来也 行者道 老孙可是那当面骗物之人 这叫做好借好还 再借不难 天王道 许久不眠 请到公少座一时何如 行者道 老孙比在前不同 烂板凳高谈阔论了 如今宝唐僧 不得身闲 荣旭 荣旭 即此别坠云 又见那太阳星上 竟来到禅堂前 摇身一变 便做个蜜蜂儿 飞降进去 现了本相 看时那师傅还沉睡 行者叫道 师傅 天亮了 起来爸三藏才醒觉 翻身道 正是穿了衣服 开门出来 呼抬头只见些倒闭红墙 不见了楼台殿雨 大惊道 呀 怎么这殿雨巨无 都是红墙 何也 行者道 你还做梦里 今夜走了火的三藏道 我怎不知 行者道 是老孙护了禅堂 见师傅农睡 不曾惊重 三藏道 你有本事护了禅堂 如何救不救别房之火 行者笑道 好叫师傅得知 果然依你昨日之言 他爱上我们的袈裟 算计要烧杀我们 若不是老孙知觉 到如今 皆成亏无疑 三藏门言 太怕道 是他们放了火吗 行者道 不是他是谁 三藏道 莫不是怠慢了你 你干的这个够大 行者道 老孙是这等被懒之人 干这等不良之事 实时是他家放的 老孙见他心土 果是不曾与他救火 只是与他略略注些风的 三藏道 天哪 天哪 火起时 只该注水 怎转注风 行者道 你可知古人云 人没伤虎心 虎没伤人意 他不弄火 我怎肯弄风 三藏道 袈裟何在 敢莫是烧坏了也 行者道 没事 没事 烧不坏 那放袈裟的方丈 五火三藏恨道 我不管你 但是有些儿伤损 我只把那话念动念动 你就是死了 行者慌了道 师父 默念 默念 管循还你袈裟就是了 等我去拿来走路 三藏才牵着马 行者挑了单 出了禅堂 竟往后方丈去 却说那些和尚 正悲怯间 忽地看见他师徒 牵马挑单而来 虎得一个个魂飞魄散道 冤魂所命来了 行者鹤道 什么冤魂所命 快还我袈裟来 众僧一起跪倒扣头道 爷爷啊 冤有冤家 债有债主 要锁命不干我们事 都是广谋与老和尚定计害你的 莫问我们讨命 行者多的一声道 我把你这些该死的畜生 那个问你讨什么命 只拿袈裟来还我走路 其间有两个胆量大的和尚道 老爷 你们在禅堂里已烧死了 如今又来讨袈裟 端的还是人是鬼 行者笑道 这火灭出 那里有什么火来 你去前面看看禅堂 再来说话 众僧们爬起来往前观看 那禅堂外面的门窗和山 更不曾瞭着了半分 众人耸惧 才认得三藏是位神僧 行者是遵护法 一起上前扣头道 我等有眼无珠 不识真人下界 你的袈裟 在后面方丈中老师祖处立 三藏行过了三五层败壁破墙 皆叹不已 只见方丈果然无火 众僧抢入里面 教导 功功 唐僧乃是神人 未曾烧死 如今反害了自己家当 趁早拿出袈裟 还他去也 原来这老和尚寻不见袈裟 又烧了本寺的房屋 正在万分烦恼焦躁之处 一闻此言 怎敢答应 因寻死无际 进退无方 拽开步 弓着腰 往那墙上着实撞了一头 可怜只撞得脑破血流 浑破散 咽喉气断染红沙 有诗为证 诗曰 勘探老那姓于蒙 网坐人间一寿翁 遇得袈裟传远是 岂知佛宝不凡同 但将荣誉未长久 定是萧条取白宫 广至广谋 成慎用 损人立即一场空 慌得个众僧哭道 诗工已撞杀了 又不见袈裟 怎生是好 行者道 想是如等道藏起也 都出来 开具花名首本 等老孙逐一查点 那上下房的院主 将本寺和尚 头驼 姓童 道人进行开具首本二章 大小人等 共计230名 行者请师傅高坐 他却一一从头畅名搜紧 都要解放衣襟 分明点过 更无夹杀 又将那各房头搬抢出去的香农物件 从头细细寻遍 那里得有踪迹 三藏心中烦恼 傲恨行者不尽 却坐在上面念动那周 行者扑得跌倒在地 抱着头 十分难尽 只叫默念 默念 管循环了袈裟 那众僧见了 一个个战兢兢的 上前跪下劝解 三藏才何口无念 行者一鼓掳跳起来 耳朵里撤出铁棒 要打那些和尚 被三藏喝住道 这猴头 你头痛还不怕 还要无理 休动手 且莫伤人 再与我审问一问 众僧闻磕头礼拜 挨告三藏道 老爷饶命 我等伪食的不曾看见 这都是那老死鬼的不是 他昨晚看着你的袈裟 只哭到更深时候 看也不曾敢看 思量要不长久 做个传家之宝 设计定策 要烧杀老爷 自火起之后 狂风大作 个人只顾救火 搬抢物件 更不知袈裤 去向行者大怒 走进方丈屋里 把那处死鬼失手抬出 选包了戏盼 浑身更无那件宝贝 就把个方丈 绝地三尺 也无踪影 行者存量半傻 问道 你这里可有什么妖怪成精吗 愿主道 老爷不问 莫想得知 我这里正东南 有座黑风山 黑风洞内 有一个黑大王 我这老死鬼 常与他讲道 他便是个妖精 别无甚物 行者道 那山离此有多远近 愿主道 只有二十里 那望见山头的 就是行者孝道 师父放心 不须讲了 一定是那黑怪 偷去无遗 三藏道 他那乡离此有二十里 如何就断的是他 行者道 你不曾见夜间那火 光藤万里 亮透三天 且休说二十里 就是二百里 也照见了 坐定是他见火光 昆耀 趁着机会 暗暗地来到这里 看见我们 袈裟是件宝贝 必然趁红炉去也 等老孙去寻他 一寻三藏道 你去了时 我却何以 行者道 这个放心 暗中自有神灵保护 明中的 我教那些和尚服侍 及换众和尚过来道 如等这几个 去埋纳老鬼 着几个服侍我师父 看守我白马 众僧领诺 行者又道 如等莫顺口而答应 等我去了 你就不来奉承 看师父的 要以炎月色 仰白马的 要水草调云 假有一毫而差了 照一这个样棍 与你们看看 他撤出棍子 照那火烧的砖墙 拖的一下 把那墙打得粉碎 又震倒了有七八层墙 众僧见了 个个鼓软身麻 跪着磕头低泪道 爷爷宽心前去 我等竭力前心 供奉老爷 绝不敢一毫怠慢 好行者 急纵金斗云 敬上黑风山 寻找着夹杀 正是那 金蝉求证出京机 杖西投西涉翠威 虎豹狼虫行处有 工商是可见识西 陆逢一国于僧度 权杖齐天大胜威 火发风生禅院费 黑熊夜道锦兰伊 毕竟此去不知夹杀有无 吉凶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